請問你這次的對手自由自由黨 雖然沒有人民力量和建制派的夾擊 但公民黨都受到港珠澳大橋和非用的居港權被抹黑 你認為這次挑戰的地方在哪裏呢 對你的連任你自己有怎樣看呢 其實你說有沒有影響呢 現在都很難評估 但是大家看到最近的民調都可能見到一些反應 我都不敢掉以輕心 當然也沒有辦法臨急抱佛腳 只有希望各位選民會看我過去四年的工作 如果不是的話就根本來到這一刻才做功夫 我想他們都不會接受 由於泛民的內訌 其實為建制派在今年的選舉也帶來很多優勢 有沒有擔心出現建制派有一個毒贏的情況呢 如果這個情況真的出現的話 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生態其實也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我相信來到關鍵的時刻呢 我相信來到關鍵的時刻呢 選民是會集中票員 是希望可以幫助我們泛民的候選人的 所以我暫時都見到這個投票率都是比07年的高 我希望除了鐵票之外 就是因為我們選民覺得自己有一個責任 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權出來投這一票 要說回事 我相信比較對我自己的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在逮捕機制之前 我相信沒有選民會認為政府會拿走我們的保選權 其實都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公民權 但是居然這些事都可以發生的話 那現在難得我們在區議會還有手上的這一票 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 還有今次區議會其實都幾恐怖了已經 因為有這麼多席是自動當選 那你想一下其實玩下手之後可能遲多幾年 或者遲多幾屆就不用投了 可能有象徵式有幾個區讓你試一下投票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相信大家選民都不想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要在這一刻要好好地把握機會 要盡量出來投這一票 你認為經過今年的選舉之後 其實有沒有需要整合香港的民主派力量 聽不到 你認為經過今年的選舉之後 有沒有需要整合香港的民主派力量 這個其實大家都是去到關鍵的時刻 就會大家一起努力的了 所以你說整合不整合這些 其實關鍵的時刻大家就會一起站在一起 有人就認為今年政府對於宣傳這個區議會 其實都相當之不舊也都不足的 那你認為今年的選舉氣氛是否比較難淡呢 如果看投票率 我就似乎推翻了之前的有一些民調 但是我想現在都是時間上早 都只是頭幾個小時 不過如果估計現在這樣的形勢 就似乎是真的有機會是破了07年的紀錄 那當然也都最後要看回結果 是怎樣才可以再作分析 分析的時間是跟選民解釋清楚我們的政綱 他們有什麼問題我們都要清楚去解答 那我相信是還有機會的 你覺得你自己可能有一個大陸市下區 會不會很辛苦或者很不同 初初當然是 但是現在其實習慣了 其實跟選民有一個很好的接觸 還有下區是最好去了解 他們每天要面對的問題 他們社區面對問題的最好方法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抹黑的經歷 有啊 我知道我對手在派一些外容的單張 但是我相信絕對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尤其是海宜的居民 他們明白司法制度獨立 和這個司法覆核對我們香港的重要性 你這次參選是不是都想帶出 你除了地區之外有些理念 是啊 因為其實整個南區 我們有司馬民 有我和黎廣德 其實我們三個希望用我們的專業知識 不同的專業知識 是將整個南區的規劃 環保是做得比較好些 其實區議會這次是有機會去提升 區議會能夠做到的事的 那我覺得如果有更好的人去做 那麼區議會能夠發揮的造型 會更加突然 其中有沒有區議會 都想多些專業些去派文有行 是啊 我聽到很多居民都希望 是見到一些比較專業 和高質素的人士去嘗試去做區議會的工作 那除了當然你說區內面的問題很重要 但是問題是區內面的問題 除了整個南區的規劃發展 其實香港市民都是關注的 而區議會亦都可以發揮到作 想問一下其實今早的情況 就是投票率比上一屆已經高了 是啊 那對於這個情況 你覺得對範圍或者對你們有利 當然是樂觀的 但我仍然呼籲更多市民 行使他們的投票權 因為這一票是很重要的 但是單擔心說其實投票率高了 是會全民中受港譬 譬如在中聯辦 用一些鐵票出來去幫忙 他們選擇 我覺得香港市民是明智的 即是他們有他們手上的一票 他們一定會用 那我也呼籲 是所有香港市民有一票的 都要出來投票 和香港面對今次人民力量出來 和你們所謂的血債血償運動 那你自己本身有什麼策略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可惜的一個做法 因為會是親者痛仇者快 其實真正現在影響香港 整個民主化的做法 是建制派太保守 和太過以北京為令是從 我們有時候有些事情是 一步一腳印寸土必爭地去做 如果你只是搞自己內部分裂 是對整件事是沒有好處 和會是很發洩性地去處理問題 因為很老實說 我尊重我的對手的出現 令到我這裡很熱鬧 所以我都上了幾個選舉論壇 因為如果一兩個 就不會有機會上選舉論壇 一個好的訓練 但是我對他們整個運動 我絕對不認我 想問回今次 今早的投票都相當之踴躍 會不會擔心很多票都去了見證派那邊 又很難這麼說的 因為以往傳統的智慧 就是應該投票率高 是對這個泛民有好處 所以暫時這一刻 我都不敢說是怎樣